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男主很是喜欢 立马就要付钱买下 此时白胡子老板提醒男主 这锁是亡灵锁 柜子是安宁贵 摆在家里不吉利 但男主说自己的妻子小美很喜欢这样的柜子一定要买下 画面一转 男主回到了家中 柜子已经摆在了家里的正当间 他的妻子小美似乎是出了远门 男主躺在了沙发上端想着柜子 不知不觉的就睡着了 等他再次醒来 发现妻子竟然回了家 还忙前忙后的给自己做早饭 这是怎么回事 小美明明是生了重病在医院 怎么现在看起来和好了一样 接着小美温柔的对男主说 自己已经好了 以后继续好好的过日子 男主开心的将小美带到了柜子的旁边 说这是自己送给他的礼物 小美一看柜子就被深深的吸引 不停的抚摸着 仔细欣赏着每一个细节 到了半夜 男主被惊醒 发现妻子还在盯着柜子一动不动 嘴里还发出了一阵阵的冷笑 显得是格外的圣人 男主想起了白胡子老板说的话 赶紧就过去查看 柜子的锁果然是被打开了 而且小美脖子上突然爆出了密密麻麻的黑色血管 就像是藤蔓一样 难道柜子真的有古怪 转过天 男主带着小美去医院检查 却并没有什么异常 可当天的晚上 小美又盯着柜子冷笑 还说柜子里有人在叫自己 男主不幸挟着打开查看 却一把被小美推了进去 而里面不知道什么时候 变成了一个废弃破旧的楼梯 男主想逃出来 但透过柜门 却看到小美变成了猙獰恐怖的女鬼 并不停的说着 你为什么要卖掉我的柜子 男主害怕的冲了出去 拿起斧子砸烂了柜子 而小美也同时消失了 男主这才意识到 有柜子在 老婆才会回家 他一路跑到了古董店 找到了白胡子老板想要修补柜子 可抬头一看 柜子居然完好无损的出现在了店里 白胡子老板摇了摇头说道 你忘了二十年前是你把柜子卖给了我 而店里的这个不是你的柜子 只是长得像而已 你还是回去吧 这时画面一转 面前的男主竟然变得特别的苍老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二十年前 小美换了一种恶性血管瘤 男主为了给她看病 变卖了所有的家产 可小美的病情还是越来越严重 她告诉男主 这个古董柜子是自己的嫁妆 不要卖掉 可男主为了凑手输费 还是背着她卖掉了柜子 然而小美最终还是去世了 男主是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极度悲伤的情况下 精神变得特别的恍惚 他认为是自己卖掉了柜子 导致妻子生气离开 所以每天都到古董店里要赎回柜子 二十年了 每天如此 第一个故事 到此结束 我们接着来看第二个故事 不要画我的脸 故事开始 县城中学里 高中生小梁和同学们正在画室里对着石膏像创作 他们过两天要到省城去参加画展 一旦得奖就可以保送中央美术学院 但小梁对着这些冷冰冰的石膏像实在是没有创作灵感 眼看就要交稿了 但还是没有一点头绪 他向老师提出要画人体 老师说你想啥呢 咱们这小县城去哪给你找人体模特 还是老老实实的画石膏像吧 到了晚上 画室里是空无一人 小梁想要加加班把画稿给赶出来 路过井埃画室的407教室时 他忽然发现里面有个长头发的姑娘也在画画 旁边还摆着小梁的作品 姑娘背对着他 看起来身材很好 小梁上前打了个招呼 姑娘并没有回头 只是说很欣赏他的作品 问小梁可以给自己画一张吗 但只能够画后背 并不能画脸 说着就脱掉了上衣 露出了美背 小梁自然是喜不自惊 这正是自己梦寐以求的机会 很快小梁就完成了基本的轮廓 他想过去和女孩聊一聊 可怎么走都走不到跟前 紧接着他就醒了 难道这一切都是做梦 但眼前的画稿上 的的确确的画着一个背对着自己的姑娘 刚天的晚上 小梁再次来到了407教室 那个女孩果然在那里 还是背对着自己 两人交谈了几句又开始了创作 小梁很好奇为什么不让画脸 从女孩偶尔展示了一点侧眼看去 明明就是个美女 但没办法 既然约定了 那就得遵守约定 转过天 同学们都被小梁的这幅作品给震惊了 纷纷追问他 这个模特是谁 好友小帅也催促小梁赶紧把脸给画上 这作品绝对能够在画展上拿奖 小梁是心动了 到了晚上 小梁画完画走到了女孩的跟前 说自己只想看一眼她的容颜 一解相思之苦 女孩一听就慌张的跑开了 但小梁还是看到了女孩的容貌 果然是很漂亮 也很清秀 回到宿舍以后 他马上凭借记忆 画出了女孩的脸 转过天 交了稿的小梁心情很好 小帅问他在哪给女孩画的画 小梁说是在407教室 小帅一听脸色大变 说你不知道那里是咱们学校的境地 当年有个女孩在那里自杀了 小梁也是懵了 晚上他又来到了407教室 发现这里贴着封条上着铁锁 这又是怎么回事 明明昨天还好好的 这时他透过门缝又看到了那个女孩 于是破门而入 女孩背对着他 隐隐隐的哭着 并问道你为什么要画我的脸 说着女孩转过身 看向了小梁 小梁也是惊呆了 面前的这个女孩竟然长着一张烂脸 像是遭到了严重的撞击 小梁是吓得跑出了教室 可遇到的同学们一个个的都变成了鬼的模样 就连小帅都变成鬼扑向了他 画面一转 一个乞丐模样的人在学校门口不停的爬行 而他就是疯掉的小梁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当初有个女同学很仰慕小梁的才气 于是主动提出给他当模特 但有个条件就是不能画他的脸 因为在他们这个小县城 当人体模特这是很伤风败俗的事 但小梁为了得奖却违背了承诺 结果这事闹得是满城风雨 大家对女孩是指指点点 女孩受不了这些非议 就从407教室教楼自杀了 当时小梁也在现场目睹了这血腥的一幕 后来小梁就被吓疯了 故事到此结束 我们接着看第三个故事 死者的日记 夜深了 小强和小红兄妹俩还在厨房忙活 今天是他们的爸爸强叔去世的头七 按照习俗 今天强叔的鬼魂会回家 小强看起来有些慌张 他拿出了强叔身前的日记本看了起来 而这一看就更慌张了 日记本上竟然出现了几个血红的大字 死不瞑目 再往后翻 还有墓地很冷 我好孤独 等特别圣人的话 兄妹俩是被吓坏了 强叔都死了 这日记本是谁在更新 为什么上面会有血水写成的字 就在两人疑惑的时候 突然外面响起了敲门的声音 是谁 难道强叔真的回来了 两人壮着胆子走到门口一看 原来是二叔 大伟 大伟说自己是过来陪一陪哥哥 想在他的卧室待一会儿 小强想要阻拦 但二叔说孝子必须守着灵堂 你们千万不要离开 没办法 兄妹俩只好是由他而去 而这二叔一看就不是省油的灯 来到哥哥的房间就开始到处翻腾 看看有什么经营手势存折什么的 忽然鞋子台的抽屉 一一压压的自己打开了 里面出现了一个弹弓 然后一颗弹珠 不知道从哪里滚落了出来 二叔看着这些东西 是莫名的感到恐惧 这时兄妹俩听到动静赶了过来 说二叔不好了 我爸的日记本又更新了 大伟打开一看 只见上面还是用红字写着 大伟 这是你小时候最喜欢的弹弓了 还有弹珠也是你最喜欢的 你还记得吗 大伟惊慌的说道 你们不要装神弄鬼 世界上根本不可能有鬼 然而紧接着就听到了门打开的声音 然后楼梯里传来了皮鞋的声响 这个声音他们是太熟悉了 这是弹叔的脚步声 大伟是吓得腿都软了 大喊着大哥我再也不堵了 然后慌张的往外跑去 结果将小红撞倒在地 小红是晕了过去 半天才缓过劲来 可此刻的小红 却变得像弹叔一样的神情 坐在工作前就大吃特吃了起来 小强也明白了 这是弹叔附身在了妹妹的身上 他痛哭流涕 嘴里念叨着爸爸我错了 此时画面回到了几天前 小强因为弹叔总是借给二叔钱赌博 和爸爸大吵了一架 结果弹叔心脏病突发去世了 此刻小强很后悔当初的行为 对着附身的妹妹不停的道歉 说自己不该惹父亲生气 看着哥哥认错了 小红是欣慰的笑了 没错 这一切都是小红策划的 日记本上的字 是他提前用特殊药水写上的 温度一变化就会出现 自动打开的抽屉是他设的机关 楼梯的脚步声是他提前录的音 他之所以这么做 就是想让二叔改邪归正 让哥哥明白爸爸的一片苦心 是的 三观就是这么正 故事到此结束 张震讲鬼故事是一代人的记忆 那种录音机里传出的恐怖感 是现在的年轻人无法体会的 所以不管拍得好坏 我们还是支持一下吧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给涛哥点赞和转发 如果你有想看的电影 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涛哥 最后当然也别忘了点个关注 涛哥每天为你解说一部恐怖电影